大家好啊 跟大伙一鹅传鹅造谣声势啊 最近呢 听不到薄熙来同志的消息 是吧 之前二大之前 有薄熙来的消息啊 这个我也专门做了一期节目 一鹅传鹅是吧 听别人胡说八道啊 当然是最后啪啪打脸啊 当时是很多很多人都在传 哎 薄熙来同志 从狱中被别人解救啊 被这些元老们 长老们解救 是吧 这个 完了之后呢 要顶替习近平同志啊 二十大要容认中国的国家主席啊 这个共产党的书记 是吧 这个成为全国的老大 当然这件事最终是没有成形啊 也是子虚乌有 但是大伙乐见其成 大伙乐意这个搬着马扎 吃着西瓜是吧 吹着空调 听他们这些烂鸡带刀 烂鸡带刀的事啊 为什么呢 是因为确实薄熙来自己啊 这个在治理城市也好 治理这个商务部也好啊 治理这个一个省也好 多多少少的吧 表面工程做得非常好啊 深得老百姓的民心啊 绝大部分老百姓的民心是吧 所以说呢 现在啊 这个我们的包子同志把这个国家弄得国将不国 老百姓这个苦不堪言 中产阶级滇沛流离啊 一个劲的都逃跑 中国共产党呢 也不再是在老百姓心目当中伟大光荣正确了 是吧 中国的那些高官们呢 吃拿卡药 贪污受贿的钱比原来已经断崖式的下降了 所以说从党内军内到老百姓到底层 对于目前的这个伟大光荣正确的人民领袖 十分的不满啊 怨声载道 最近我们看到 呃 在某城市是吧 在可能是在北京某商场里边一个妙龄女子在那喊啊 你他妈赶紧给我下台 习近平赶紧给我滚蛋啊 什么东西是吧 呃 这个又成为新一代的这个董 董瑶琼是董琼瑶是吧 新一代的这个 鹏呃 这个四通桥的鹏勇士是吧 这些呢都反映出来一些民民怨啊 咱们别扯太远 咱说回来啊 我的这个老领导 呃 给我传来消息啊 以脑电波视频的方式啊 给我传来消息 传来什么消息呢 若干个消息 但是汇总起来都是一个人的 跟一个人有关啊 这个人就是薄熙来同志是吧 薄熙来同志啊 最近又有重大消息 需要大伙啊 这个听一听啊 我给大伙传达传达谣言啊 薄熙来同志已经提前这个出狱了 很多人说他死了是吧 关于他死的谣言不断的出现啊 但是这个确实没死啊 而且身体健康啊 吃麻麻香 身体味棒是吧 牙口也不好 牙口也不错啊 这个已经提前出狱了 但是并没有啊 回到他的故居 也没有回到啊 他曾经的妻子 博古开来的那个 那个地方是吧 那个那个院都没有去啊 他被习近平安插着 让王小红啊 这个给安排到了宁夏的 某一处五星级宾馆啊 这五星级宾馆的名字 都已经被披露了 是吧 是这个 这个 这个叫什么来着 哎呀 这不是叫 叫什么来着 凯宾斯基啊 在宁夏的凯宾斯基 也是超五星的这个酒店啊 据听说 专门开辟了一层的 所谓的这个 叫什么呢 这个总统套房 是吧 重兵把守啊 这个 他可以晒太阳 可以这个那什么 但是都是在清理 清场完以后 他才能出他酒店的这个大门 当然也是在酒店的院子里啊 在这个建筑物的大门 他可以出来 但是不能处理酒店的院子啊 在很多人把守的情况下 他可以晒着太阳 六六六弯啊 散散步啊 逗逗狗 逗逗狗 招着猫 逗逗狗 是吧 这都可以 这个 为什么 很多人纳闷说 为什么要把薄熙来啊 远离什么 四川 远离东北 远离北京 要弄到宁下去呢 嗯 还有一个消息啊 咱在这打一伏笔 还有一个消息 博古开来 博古开来在五年前已经释放了啊 呃 很多人可能不知道 博古开来也没有安排在北京 他自己的老宅里边住 他爸爸的宅宅院里住 是吧 也被安排在其他省市啊 也是被软禁的情况下 但是软禁的那种规格要比目前啊 他的前任老公啊 这个规格要松的多啊 所以说呢 这个这是一个消息 还有一个消息就是 为什么啊 要把薄熙来安排在宁夏啊 很多人不知道宁夏有宁夏的军区 他虽然现在被这个习近平打乱以后啊 让这个西部战区啊 所谓的西部战区 呃 隶属他的这个这个西部战区 宁夏军区啊 宁夏军区 他是一个所谓国防部的啊 隶属西部战区的这么一个省级的军区 省级的军区 他的这个呃 所谓的政委也好 所谓的呃 他的这个司令也好吧 都是啊 这个习近平的人啊 而且啊 最关键的并不是说宁夏军区的这个司令 来啊 负责薄熙来的日常的生活也好 什么日常的工作是吧 日常的一些安全并不是 而是由呃 宁夏军区现任的政委郭建军少将来担任啊 这个他的安保工作 他的这个整体的监视工作是吧 呃 火箭军工程大学的政委啊 现在是打去年呃成为了新这个宁宁夏军区的政委 是吧宁夏军区政委 而且是宁夏回渡自主区的这个呃 呃 呃 区里常委的班子成员之一啊 呃 郭建军这个人 怎么说呢 呃 他成为将军非常非常早啊 在这个习近平上台没多久 二零一几年的时候就把郭建军提升为少将了啊 很多人当时觉得郭建军成为少将以后会火箭穿升 但是不知道是什么样的原因郭建军最后没有成为中将也 没有成为上将按理说从二零一四年一五年到现在已经七八年的时间了按理说最最起码应该提升为中将 现在只是啊宁夏军区一个大军区下边的一个大战区下边的一个军区呃 省军级是吧 就是这个这个怎么说呢 少将这种级别啊 呃 不知道什么原因啊 但是郭建军并不是啊 这个从啊 我们习老大习包子的这个权力范围内啊 脱离的太久 目前从二零二二年的六月份成为呃 宁夏的这个区的常委是吧 自治区的常委 包括宁夏这个宁夏军区的政委啊 这一点也证明呃 习近平对薄熙来的这件事啊 还是提前有了打算啊 在二十大之前就已经把人员布置好了 把他所将来软禁的地方布置好了 而且郭建军啊 在不久的将来 如果这件事办的漂漂亮亮亮的 是吧 这件事不出任何意外的情况下 呃 我觉得郭建军可能在中国军队目前高层 很多人都不得啊 这个包子的心 是吧 很多人都呃 说一套 做一套 让包子疑心大起的这个阶 这个阶段啊 呃 这个中国军中国军界的高层啊 很多很多的人都不被这个习近平信任啊 都被拿下的这种情况下 在无人可用的情况下 可能郭建军会火箭穿升一下啊 但是首先前几条件要把薄熙来啊 我们伟大的人民领袖给啊 郭建军的这个任务首先要办好啊 等个两三年是吧 等个快的话一两年呃 有接替的人手以后啊 郭建军可能会到这个上层啊 从呃 晋升中将 他现在晋升中将应该是一点问题都没有啊 只要把他调到大的这个这个所谓的战区 是吧 西部西部战区也好 或者是这个东部战区也好啊 或者是直接调到火箭军也好 他成为中将这种级别是非常非常容易的 是吧 呃 最后他是不是能堪大任 这我们就不知道了 因为郭建军他也不是一个所谓的 这个刚武的军人出身 也是所谓的文职这类的是吧 呃 学历也不错 经历也不错 但是现在就是没有被提吧 但是这一次啊 唯以重任啊 这是不是他可堪大任 这就咱大伙不知道 反正就跟大伙传一下啊 传一下什么呢 第一啊 就是薄熙来同志久未谋面的 久没有消息的 薄熙来同志已经提前被释放了啊 释放呢 就是第二呢 并没有回到 比如说辽宁也好 大连是吧 比如说重庆啊 这些他曾经啊 这个旅职的地方肯定都不会让他再待啊 因为他的党羽还有是吧 有的人身这个埋藏的挺深啊 也没有回到北京啊 也没有回到他的这个老家山西 是吧 都没有啊 就是给他弄到宁夏的凯宾司机啊 专门开辟了一层的 这个总统套房啊 行了 今天就聊这么多 我以俄传奥造谣生事 拜拜了 您呐